中超第七轮今日打响,三场强强对话值得关注,恒大对国安一战全球直播。 前天晚上,亚冠最后一轮战霸,最终除了上海深花外,其他三支中超球队广州恒大、上海上岗、天津拳建全部小组出现,中超四队小组赛总击分位41分,也是东亚区成绩最好的联赛。 而亚观赞告一段落,今天晚上开始,中超第七轮将全面打响。请输入图片描述。 目前上海上岗六连胜基18分排名榜首,开局六连胜破了中超开局连胜记录,也凭了1997年甲A大连旺达创造的开局六连胜记录。 而广州恒大四胜一平以负基13分排名第二,这个成绩在以往也算是不错的了,但是上海上岗这段时间实在太变态。 山东鲁能四胜两负基12分排名第三,北京国安三胜两平以负基11分排名第四,广州富利三胜三负排名第七,这三队都是争夺亚观资格大热门。 请输入图片描述。 中超第七轮今晚正式打响,而排名前期的球队,捉队厮杀,好戏连连。 北京时间4月21日19点35分,广州富利主场对战山东鲁能,两支球队风格相同,神经刀球队,打得好时什么强队都能赢,打得不好时什么队都能输。 而富利主教练斯托伊科维奇因为女儿结婚,将缺席这场比赛,整体来看,看好这场是个平局。 4月22日20点,上海上岗将对阵天津泰达,上海上岗如果再取得一场胜利,将创造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一个新的记录。 上赛季,凭借最后的一波几连胜,天津泰达顺利保级,本赛季天津泰达状态好了太多,前几轮比赛,战胜了天津泰达和广州富利,与北京国安,和北华下占平。 但是上海上岗的主场战斗力实在太强,如果上海上岗这场是客场,结果确实不好说,但主场,上海上岗基本获胜无忧。 请输入图片描述。 而本轮最具焦点一战,当属北京国安主场对阵广州恒大,本场比赛将在全球96个国家和地区直播,如果打得精彩也是为中超正面子。 北京国安队作为传统的中超豪门,虽然24年顶级联赛只拿过一次冠军,但是在主场的战斗力还是十分强悍的。 近七年国安主场,北京国安对阵广州恒大战绩为二胜三平二负,不相伯仲。 虽然主场战绩不相伯仲,看上去也没什么了不起,但要知道对手是创造了中超七联冠的广州恒大,这就是非常的了不起了。 对广州恒大不利的是射手阿兰的停赛,还有周二亚关比赛的消耗。 不过整体来看,依旧看好广州恒大不败。